《江夜2》已经开拍多时了,相信不久就要定档跟大家重新见面,看官宣第二部《陈飞宇不再出演》,男主换成了王鹤蒂,无法原本人马自然是让人气馁,然而一剧组的功力,难保开播后大家会上演真相现场,何况现在流出的片花中,王鹤蒂还被夸赞,眼神有戏。 所以我们先留着不吐槽,看看第二部的剧情发展吧。 看过许多剧透后我们知道,第二部的精彩戏份很多,首先是烂科斯来作妖揭露桑桑冥王之子的身份,之后引发一系列纷乱争夺,同时因为桑桑学醒神力,夫子登天跟他大战后就下不来了,没了夫子之称的糖果被万众讨伐,好在书院的师兄师姐们都不是吃素的, 众人联合击退了陈某西林等一帮外敌,后期在宁缺和师兄师姐们的努力下,桑桑觉醒成的浩天也被打败了,并且桑桑恢复理智后,神力也再次晋升到天真境界,一招打败了一心想造反的陈某。 由此以浩天为主的旧世界被桑桑亲手打破,转而创造了今日地球,师兄师姐们也在完成各自的任务后分别离开书院,只留下宁缺和桑桑继续保护糖果。 这时已经结婚多年的桑桑,也终于怀上身孕了,继续在原著中,桑桑最后生下了一儿一女,两个从小有道的人就这样拥有了一个印上完整的家,至于孩子分别取什么名字就不清楚了。 但是有网友开过脑洞,桑桑生下的孩子要是继承了他的神力,那可真是不得了。 第二部《热血圆满》剧情上是绝对引人期待的,可是话题绕回来,依然躲不开换了男主这件事。 何况现在看官播的开拍剧照,二师兄、七师姐以及叶红鱼,看着也都不在了,怕是都改换了新演员。 演员换了这么多,你还期待《江叶2》吗? 演员换了《江叶2》吗?